欢迎来到临时课站,我是美丽 古语有云,赏兵伐谋,攻心为上 能以政治工作感化对手,以文化宣传击垮敌人 才是带兵打仗的至上之道 在开国上将中,就有不少正宫上将 比如今天介绍的这位李志明 李志明1906年生于湖南刘阳县 参加革命后,一直都在和政治工作打交道 在我军中,虽然不乏政工人才 但真正像李志明这样 把政治共事和武装斗争结合得天衣无缝的 却不多见 1936年5月,李志明正担任 红81师政治部主任 负责围攻李旺埔一代的马红兵部队 从人数上看,红军虽然有优势 但马红兵手下却有一个装备先进的骑兵团 而且占据守城的地理优势 如果强攻,红军势必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那么,李志明是怎么办的呢? 李志明筹准了马红兵和蒋介石素来不合的情况 又算准了孤立无援的马红兵并不想鱼死网破 所以,果断采用以政治共事为主 军事压力为辅的策略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进行宣传 什么风筝,孔明灯等等都被他拿来 往李旺埔城内发放传单 这一招果然发挥了奇效 没过多久,马红兵就主动派人出来谈判 同意撤离 就这样,一场艰苦的攻坚战 被李志明轻松化解了 同样是在1936年 在阻击东北军王以哲部队的战斗中 李志明也是通过政治工作 把王以哲说服 战场上对垒的双方 不仅没伤一人 反而时不时的搞一场联欢 红军战士和东北军兄弟们把酒言欢 把很多人都看傻了眼 后来有人感慨地说 这估计是十年内战中最奇特的祖击战了 白天打仗,晚上联欢 击战多日,无一伤亡 建国后李志明也没有闲着 相继担任中国志愿军第19兵团政委 中国志愿军政委等职 参加过第五次战役 夏季反击战,金城战役等等 成为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的功勋人物 1955年寿闲时 李志明被授予上将军衔,实至名归 好的,欢迎点赞,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每天都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